俄羅斯星期四繼續搜索飛機失事地點 事件導致僱傭軍首領保利窩津和阿加納集團的高層喪生 所有10個人屍體很快就被發現 但這個說法還未得到獨立證實 劉飛總統拉馬福薩說金磚國家經濟集團 已經邀請六個國家從2024年開始加入 包括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目前的五個成員是巴西、俄羅斯、印度、中國和南非 蘇丹陸軍在臉書網頁發報時頻顯示 陸軍總司令布爾汗將軍星期四在總部外延伸 這是自從四個幾月前 和準軍事部隊爆發戰鬥以來的壽次 進八部位星期四在現場的總統選舉當中重新開始投票 之前幾十個投票站報告 選票分發延遲了幾個小時 希臘雅典西北邊緣發生的大火燒毀了房屋 在星期四還威脅到柏尼薩山國家公園 過去三天已經有20人因為火災死亡 日後 既然有20天 選票分發聲 無論 Vous 可透過 所謂的 在星期四十字幕